搬痕割的 搬痕割的 就是这个病例呢 就是大耳朵眼以后 后期出现感染 局部的一个增生 搬痕呢 是一个个人体质的问题 差别很大 大多数人大耳朵没问题 但是呢 有一小部分人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为什么在耳垂的这个位置 会这么常见的 可能跟耳垂这个地方 组织结构疏松啊 特别适合搬痕的 这种膨胀性生长有关吧 这个位置呢 局部麻醉效果非常好 成年人可以 非常安稳的 配合手术 就是在打麻药的时候 进针的时候 这个略微有点疼啊 就针尖进去了 但是麻药麻醉好以后 全程可以配合的很好 半痕疙瘩呢 处理原则啊 呃 像体积大的 那么手术切除啊 呃 然后呢 还要配合 其他的辅助治疗 等于单纯手术的话 单纯手术切除 半痕疙瘩啊 复发的概率 超过90% 呃 主要的常用的一些辅助的呢 是局部的这个放疗啊 还有局部注射啊 披纸 糖披纸激素 这个把麻药打好了啊 然后开始动刀 这个视频呢 是用头戴式的这种摄像机拍摄的啊 这个摄像机的像素啊 还马马虎虎吧 显得有800万 它这个焦距有点虚 对于特别是这个近焦 上一期的有一个皮脂线囊肿啊 也是这个问题 呃 但是我觉得可能放做医疗的话 对外展示可能呃 阴差阳错应该更好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大家有时候反倒容易接受啊 有时候这个 太过清晰啊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心理承受能力就 有点够强啊 皮肤做一个缩性的切口 这个斑痕呢 是一种异常增生的啊 一种纤维组织 这个纤维组织的层次啊 跟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质地比较硬 而且不受正常皮肤的约束啊 呈现膨胀性的生长 这个在斑恩戈纳里算是中等偏小的 大的有的真的跟鸡蛋那么大 那么就将它和正常的呃 皮肤以及皮下的组织分离开 在这种止迹坚硬的斑痕啊 切除 在耳垂的地方呢 还得照顾一下美观啊 不能切的太狠了 这个斑痕呢 是顺着这个耳洞长的 所以它 大部分是在后边比较大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我见到的斑痕呢 基本上是在耳垂的后方很大 耳垂前方呢 呃相对体积较小 呃有一个病例我见过 就跟个哑铃似的 前后个头都很大 但那个是复发的啊 手术复发的一个病例 前面一个大坨啊 然后中间穿过耳洞 后面是一个一大坨 将这个斑痕组织啊 它跟正常的组织很好分啊 界限很容易就分开了 你斑痕的质地非常硬啊 正常的皮肤啊 皮下啊 这个组织结构都比较速 输松 仔细的分开 保留好 这个位置呢 缺损 小面积的缺损啊 可以直接缝合 耳垂的地方皮比较松 有的时候缺损太大了啊 可能还得稍微转一下 稍微转一下周围 或者把周围皮肤的 这个皮下的切口啊 要松解一下 这种切完以后 原先的这个耳洞 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耳洞 因为这个 把斑痕切掉了 然后前后分层的 前后分 前后的缝合 前后分开缝合 手术时间呢 比实际上演示的要长 因为中间为了 节省时间吧 这个头戴式摄像机啊 在我的左耳挂着 在他这个视野的角度 有的时候 稍微会是我的手的 这个阻挡一下 基本上跟我的视野是 一致了 就差不多了 生一点 肉丝连着啊 好 最后这点下来了 前后各是一个洞啊 我们后期呢 把这个前后这两个窟窿 得缝上啊 半身组织已经切除 这个我个人的习惯啊 嗯 切除以后啊 举步打这个糖皮质激素啊 在手术当时注射一次 然后拆线的时候打一次 之后呢 根据具体的情况啊 这样来通过糖皮质激素 这种抑制啊 组织增生啊 纤维生长的这种作用 来预防斑痕的这个复发 切除啊 切除啊 缝线缝好 前后都把它缝好啊 手术完以后 手术完以后的缝合的图片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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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